这里有一个朋友说呀 说这个生孩子怀孕就都有钱领的 有三笔钱 一个是产检补贴 有六到八百 一个是生育津贴 有假期呀 有三十天的假呀 反正给个细数我也不会算 还有呢就是生小孩的时候补贴 顺产四千 抛股产呢是六千 立即就有人说了 说这个网上写的这个玩意和现实 都是不一样的 人家说了 医生说的那些不可信 这个我这里一分钱都不报呢 所以说我要讲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有些个朋友啊 他对有些个东西认识是个割裂 割裂的并不是他的所谓的精神分裂 他是事实性的有这个差别问题 有的人呢叫做超福利 不但他有福利他还超 有的人呢是负福利 比如说我本人就是负福利 什么叫负福利 说计划生育这个事反过来了 多生孩子要受补贴了 可是我们超生的人 那个事还存在的 负福利吗 所以一个地方啊 他可能啊讲什么呢 讲这个追求自由 你追求自由就低税收低福利 那可能没福利 他也没有负福利 有的地方呢 说这个高税收啊 就高公平 那就要损害自由 税收也高 大家好像有点吃大块饭那样子 养懒汉 你勤奋的吧 你得养着懒的 那就是高福利 所谓的积极的福利就很多 他绝对不会有负福利 是吧 反正那个有的地方呢 就是存在这样福利多和少的问题 有的地方啊 他就存在着这个超福利和负福利的问题 他不但他福利还有这么多 他还有超出你想象的你看不到的福利 有的吧 他不但没福利吧 他还得要给搞负福利 所以说这个前面那些个地方的人呢 就不太容易分裂 后面的这个地方的人呢 他就发现好像人格分裂一样 怎么他说的那一套 他说的就是真的 可是他这边他要看这边呢 他觉得你们是搞破坏 是吧 可是他们说 他们说的也是真的 哎呀 真的面对面的也不能相识啊 都是一群 宁明 双